人要健康呢 很多的器官跟系統 一定要健康才行 有的時候呢 我們會說 你感冒了一定是你的免疫系統 低下就是這個免疫力不夠好 要還增強它 但是免疫系統呢 你說 在我們身上哪裡 哪裡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常常電視上看到那個 就是一個薄膜有沒有 就你的身體外面有一圈薄膜 對啊 增強的免疫系統 譬如說呢 循環系統 消耗系統 我們知道確實在哪裡 免疫系統在哪裡 恐怕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因為我們的身體健康 都跟免疫系統有很大的關係 那是不是如果感冒是因為低下 那越強越好呢 是這樣嗎 對啊 是不是越強越好呢 這邊專家來告訴我們 可能不是這樣子喔 免疫系統要在中間最好 中間嗎 要適當 要中庸 對 來 仔細看一下 免疫系統低下的話呢 我們對於外來的病原體 沒有辦法清楚有沒有 外面的敵人打進來 我們的這個士兵很弱也不行嘛 所以就很容易這個感冒啊 或者尿道感染啊 腹瀉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對抗外面來的 軍力太弱 沒有辦法抵擋住 呈搶一下就破了 對不對 那如果免疫系統太弱的話呢 也沒有辦法清除 體內突變的異常細胞 內部自己造反了啦 就產生了癌細胞 所以大家要知道癌細胞不是 不是外面攻進來喔 是 我們自己細胞叛變了 對 細胞叛變變得很癌細胞了 好 那這樣子講的話 那免疫系統如果過強的話呢 太好的話會怎麼樣 強得不得了 強結果也不行 例如大家知道的過敏 就是我們對抗外來的病原呢 其實它很弱 但是我們反應太激烈了 那對自己體內也會進行攻擊喔 例如肋風濕性關節炎 僵直性脊椎炎 還有紅斑性狼腸 主任來告訴我們一下 我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免疫系統反應過強 這個軍隊很強大不是很好嗎 但是怎麼反而會造成 這麼多的疾病 而且這些疾病看起來 還比感冒過敏還嚴重一些 肋風濕性關節炎 僵直性脊椎炎 紅斑性狼腸 還滿嚴重的耶 是的 我想要免疫系統過強的話 就好像剛才Ander講的 那個金金也講 免疫在身體是看不到的 一層膜 事實上它內在是最重要的 我們身體會產生一個包密素 這種包密素呢 來自於T細胞、B細胞 事實上呢 對我們來講 假如對外面的抗炎進行攻擊 剛才講得非常好 像我們的蟻麻疹、過敏性鼻炎 甚至於黑骨痠、氣喘 事實上就是外來的塵蠻 那最多的花魂 對 然後馬上刺激 我們過度反應 或者皮膚的 所以這非常可怕 那另外一個呢 對自己體內 像裂紅四星關節 各位知道 它會關節慢慢移給個腫長 對 那更可怕的呢 我想是紅斑性狼腸 它是誰攻擊誰啊 事實上呢 誰攻擊誰 這些抗體 我們所謂免疫就是免除疫病 對 就是自圓來講的話 但是呢 假如這一個攻擊的對象 跑到身體 比如說我們產生 T細胞產生一些包密素 B細胞產生一些抗體 它不是打外面 來打自己 這個就是內亂 變成T細胞打我們自己了 對 沒錯 身體最難纏著自己裡面的敵人 而且好像它是隨機攻擊對不對 它不一定... 它是隨機目標 有一些是固定攻擊什麼 可是好像有些疾病 它是到處... 紅斑性囊腸對我們來講 是所有自體免疫疾病 我們講 最困難的 它是QIN 沒有一個病 比它來的更像一個自體免疫疾病 你在這個病的身體裡面 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抗體 它可以攻擊我們的頭髮 眼睛 腦部 皮膚 腎臟 everywhere 紅斑性囊腸 是的 我們看那個類風是心關節炎 它攻擊的是關節 這個很清楚 是 很明顯 僵直性脊椎炎 倒成我們脊椎 紅斑性狼腸 應該很像那個字叫全身性 它是全身性的 所以這個疾病困難在於 它到處亂攻擊 亂打耶 到處亂打 所以以前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它叫做Great Imitator 偉大的模仿者 也叫做千面女郎 千面女郎 在早期沒有我們風是免疫科的專家以前 一個病人 通常我只要展一個例子 一個17歲的小女生 OK 她考完 是了 媽媽說 你考上大學了 考上台大 非常高興 用力去玩吧 對 就給她出國 給她自助旅行 有一天呢 她回到台灣來了 她說我跟同學約好了 我要到101大樓 結果昨天沒幾步就昏倒 昏倒啊 送到醫院去抽筋 原來是抗體攻擊腦部 但我們不會想到她 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名人其實也滿多的 等一下我們會一一介紹 紅斑信狼腸究竟怎麼一回事 感覺上好像皮膚病對不對 但其實不止喔 不止 來 唐娜 她有來過我們節目 她那個當時 紅斑信狼腸都在臉上面 對 常常會有那個像蝴蝶一樣 左右對稱 那個是紅斑信狼腸的徵兆之一 對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啊 男就男在這裡 對不對 還有 他就沒有啊 沒看過他有 他可能都沒白了啦 都弄掉了 對 還有Lady Gaga也有喔 還有菲律賓前總統馬可氏 所以有男生喔 香港演員周海媚 香港演員毛順雲 還有知名演員張濱玉 好 那所以是不是女生 得得比較多 對 她的年齡層是幾歲到幾歲女生 基本上她是一個女生為主的 然後在台灣我們做的統計 大概是二十加減五歲 也就在你最年輕 最量力 二十歲就貴喔 對 我二十年 二十歲時候發病 所以通常都是在青春期 所以怡芳老師 二十歲發病 紅斑信狼腸 是 真的啊 那發病的情況當時是怎麼樣 那個我記得那時候 我手腳關節痛 我記得那時候 我就問我的總醫師 因為那時候我在長根醫院 是 那她 在工作嘛 對 在工作的時候 那醫生就看了我一眼 什麼話都不講說 那你還是敢去看那個 風式免疫國民科 什麼話都不講 這一眼 說關節痛 對 那時候我還不緊張 後來當我知道那個病 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 就看看那時候 可能一段時間 當時二十年前的 譬如說變成菌血症 敗血症走掉 敗血症走掉 其實那時候心情非常不好 其實那整個疾病過程當中 一早起來其實關節是僵的 是痛的 但是那個時候 一開始會不會大家想 是關節炎 對 我當時也是認為關節炎 結果不是 後來去抽血還知道不是 那在就是下五代黃昏的時候 會微微的發燒 然後人非常非常累 我覺得為什麼那麼累 是什麼病 然後後來還發覺自己的自己 還會疲倦 非常疲倦 真的非常疲倦 那疲倦沒話說的 所以當時的紅斑性狼瘡 這個死亡率可能還滿高的 非常高 對 不太好治療 當然現在又已經過了 沒有三四十年了 至少一二十年了 對不對 距離現在一二十年 它的時光有進步 所以現在有比較好的藥來抑制 現在有像林主任這樣的一顆專科 能夠把這個病情控制住 你要說痊癒有點難 因為它是免疫性的疾病 要和平共處了 對 跟它和平共處 所以有這麼多人 我們台灣有一個統計數字 有全球數一數二的百分比 台灣每十萬人當中 約有六十四人有紅斑性狼瘡 是歐美的兩倍 數一數二 女性得病的機率是男性的8.5倍 滿多的 那紅斑性狼瘡常侵犯15到45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這個 廣大女性同胞 你要注意 有的時候想不出什麼病因 腰痠 背痛 疲倦 或者是好像皮膚有點癢癢的等等的 然後有的時候腿會水腫 搞不好都是紅斑性狼瘡 因為一開始會想不到是他 風施免疫科醫師看一下 對 想不到是他 不過也有小孩跟老人的 沒錯 來 有什麼樣的徵兆呢 長期疲倦 莫名其妙的 有時候會發發燒 腹痛 關節痛 皮膚起疹子 還會掉到頭髮 腎臟會發炎 這個藥很後期才會發泄嗎 因為 不一定一開始也可以發泄 一開始就可以看到 是因為水腫嗎 它以全身水腫來表現 對 或者是蛋白尿 蛋白尿 蛋白尿 好 還有會憂鬱喔 也就是說這個紅斑性狼瘡 不只是我們想到的生理喔 還有心理方面喔 會憂鬱 歇斯底里 抽絮痉 白血球低下 溶血性貧血 還會一再流產 莫名其妙出現的症狀 都要考慮是它的可能性 好 所以越多莫名其妙症狀 得病的機率越大 尤其是生產後 為什麼生產以後 基本上 懷孕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對 我們知道一個受精卵 有一半是男生來的 對 你跟你的先生感情再好 但是永遠不要忘了 從自然界來講 它是外來物質 對 所以外來物質要在 媽媽的身體裡面成長 媽媽一定要經過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免疫調節 對 所以很多人在這過程中 死月懷胎以後 假如你免疫沒有調回來 所以中國人的這一種 產後作業子 有它的道理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重要 產後呢 很多人免疫系統 都出問題了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有照片 有圖有真相 照片就看得出來了 來 這個是蝴蝶斑 我們這個親朋好友 也有人有這個嘛 對不對 那這也不一定是每一個人 都會跑出來的 它有一個特定的位置 你看 就在這個兩頰的臉側 對 就好像一隻蝴蝶一樣 然後這隻有時候 這個蝴蝶的須須 會長到上面來 還會有蝴蝶須須 但是很重要 這個人中的位置 是乾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千萬這個 光過敏的 這個跟光過敏 還有民意不合體的 我們不能曬太陽 不能曬太陽 不能曬太陽 因為你們覺得曬太陽很舒服 可是我告訴你 我只要曬太陽 其實身體是刺痛的 所以我下天永遠是穿長袖 不可能穿短袖 了解了 所以他們寫了一本書 一年到頭都 到我們節目來都是長袖 而且孟老師剛剛還跟我們說了一個 他說這一輩子 我們沒有辦法享受到海邊的日子 不能去海邊玩 完全不行 是可以 在太陽下站以後 要包很緊 要閃下 包很緊 對 要包很緊 就跟那個彩茶姑娘一樣 對啊 那這樣子 就沒有樂趣了 沒錯 還有在肚子附近的 這個是圓盤性的 紅斑新郎 這還蠻嚴重的 這個盤的意思就是說圓圓的 它這個好像一個碟子一樣 底下是凹陷的 鹽盤 這個盤是英文叫discoid的 你說這他皮膚表層是凹下去的 對 這個你如果做一個看 從側面看的話 側面看是凹下去的 所以叫鹽盤 它這個意思 還會發生關節 對不對 關節炎 還有血管炎 還會掉頭髮 口腔潰癌 另外還有心包膜炎 所以它也會攻擊我們很多的脹氣 是的 我們的心臟還有會部 會部有時候會引起積水 這已經會積水了 所以是相當麻煩 所以各位從這裡看到 它全身每個器官系統 對 沒有一個不被清換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疾病你看 這麼多種類表現 對 到處亂走亂走 真的是很容易被誤診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徵兆 也不是百分之百 你看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關節疼痛或關節炎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關節疼痛 關節炎又才二十多歲 不太可能是退化性關節炎 就要腦筋動一下 想想 會不會是這個疾病呢 紅斑性狼腸 九十 換句話說也有十%的人 不會 也有十八人不會 七成到八成是皮膚紅腫 皮膚紅腫 六成是白血球低下 兩成到六成是中樞神經的侵犯 這個嚴重了 容易被誤為是什麼 失智或精神異常 所以曾經有龍發糖的病人呢 他都送到了龍發糖 大家認為他精神可能有 狀態有問題 結果診斷出來 他是紅斑性狼腸做怪 很多人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種精神分裂的表現 對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然後好像效果一樣 所以事實上呢 紅斑性狼腸 假如攻擊腦部的神經體系的話 他會表現出憂鬱症 抽筋 或者我們叫psychosis 就好像瘋了一樣 瘋了一樣 那我們也不會想到是紅斑性狼腸 現在大家 因為台灣的醫學教育非常好 現在醫生一旦碰到 醫生碰到就會知道了 但是就是要先去看醫生 不要自己先亂判斷 只怕是自己覺得自己是別的 自己判斷 因為比如說以關節痛來講好了 大家都會覺得關節痛 第一個想到 如果發生在小孩就想 這生長痛 然後發生在年輕人講說 是不是運動傷害 因為第一個時間就這樣 所以比如說以小朋友來講好了 我就寫過一個小朋友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就是大概國中 然後他一開始關節痛的時候 媽媽想說 要長大人了 很高興一直給他補 結果越補 想說怎麼越痛啊 後來發現他也是免疫疾病 他得的是一種叫幼年型的 自發性關節炎 這樣子喔 對 結果他一去推啊 整個腳腫那麼大 然後拖了之後就變形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就是 自己覺得我是什麼 運動傷害 結果拖了之後 才發現也是什麼腫超特導 後來發現也是SLE 所以都可能是其他更嚴重的病 更嚴重的 那還有老師嚴重的到說 突然班上的同學名字叫不出來 發想說那精神發病是不是有問題 那結果也是紅半性狼傷 所以這真的是千面女郎很難說耶 那40%到50%的患者會發生腎臟病 腎臟炎會造成水腫 大家會誤會為是腎臟的疾病 另外還有20%是血潮半低下 這個非常麻煩 紅半性狼傷到後來 很多的比例變成洗腎 事實上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且是造成 早期造成 死亡率非常大的原因 所以早期說 他的五年的存活力 十年存活力很低 是因為這個病還有感染 感染這兩個 剛好攻擊到了腎症 對 不過由於這紅半性狼傷 真的是千面女郎 所以是滿比較難判冠的 我們現在講的覺得說 好像就是紅半性狼傷 實際輪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可能不是這樣子 不會想到那一個 來 我們這邊來介紹一個 這個很有名的案例 這個是這個 私樂醫之友協會的理事長 這理事長本身的案例 對 因為私樂醫 以後大家如果看到 其實就是SLE 也就是紅半性狼傷 他們自己組成的 這個一個病友協會 對 所以就是私樂醫之友 那他自己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在求醫的過程中 遇到很多的物診 像一開始得這個病的時候 可能也不典型 因為他那時候兩邊臉頰 長得像蚊子咬的紅疹 所以沒有變成這樣 沒有變蝴蝶斑 所以他去給一般的診所的醫生看 就說你可能是黴菌感染 所以他擦那個黴菌感染 要擦了很久 然後後來開始 奇怪怎麼連關節都開始腫痛 關節腫痛就去看診所 就說你這是什麼媽媽手 因為看到媽媽 就是媽媽這個年紀 又操作你是媽媽手 因為他是懷孕以後 後來你知道嗎 是誰覺得他不對勁 他是做保險的 然後他保險的裡面的 有一個他的客戶 他做保險 他保險客戶裡面 有一個是護士 然後他護士說 我覺得你這個不大對勁 真的喔 對 然後叫他去 要去醫院看 就是去醫院看 你要知道這個病 很多人都說 我去醫院看驗一次 應該就知道了吧 這不一定 因為他當時比如說 他的一些徵兆顯示說 他也沒有非常點 他們覺得他應該是 然後他就吃類固醇治療 好像也好一些些 他覺得應該就好了吧 結果沒想到 那只是終止 稍微休息 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他過了之後 可能太累還是什麼 有陣子打掃太累了 他突然開始覺得 整個那個口腔都潰瘍 口腔潰瘍 因為一般人可能想說 那是太累 火氣大對不對 結果不是 他不是只有潰瘍而已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 事實上他是整個 免疫力非常的差 他那個時候去驗 他的白血球只有1400 你知道我們正常人 是4000到1萬 對 1400 因為低於1000 他可能就可能 拜血症或幹嘛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白血球 那時候確定 你是紅白信朗唱 因為他已經表現得非常明確 表現明顯 那你以為就這樣嗎 沒有 還沒完 後來他那個 剛才醫師有談到 有些女生在月經的期間 對他們來講也是很 有時候部分人會很可怕 因為像他 後來開始有發現 月經本來很正常 可能是一個禮拜 怎麼越拖越長 一次來十幾天 因為他的凝血有問題 一次來十幾天 嚴重到要去書寫 因為他等於下面一直在流血 像血崩 對 像血崩 最後後來還發現什麼 還發現甲狀腺乳塗癌 更慘 所以有一天早上起床 發現為什麼有一隻眼睛 怪怪的 因為他侵犯了他那個視神經 對 然後眼睛不會動 所以你看就是 他可以跑到你身體的各個地方去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要跑出來做怪 所以像這種 如果早一點發現 早一點開始治療 可以控制嗎 絕對可以 但是因為很難診斷 很難診斷 所以在這邊轉轉轉 在各種疾病轉轉轉 這困難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腦袋裡面 一定要裝這個 紅斑性狼腸 究竟什麼東西的知識 對 反而莫名其妙 就去找醫師看一下就對了 對 免得我們親朋好 有遇到了還不知道 在那邊這個 東弄西弄的 反而拖掉了 對 潘老師來告訴我們一下 那我們很好奇 那麼紅斑性狼腸 我們剛剛大概簡略知道 是我們這個過敏反應 太過激烈的關係 那實際上的原因 怎麼會造成他 反應這麼激烈呢 我們現在不太會去講 免疫系統過強 因為太強的意思 好像說強了不好 不是 其實事實上是怎麼樣 他不協調 他不協調 他原因就是說 他的打擊部隊軍種太多 但是他的協調部隊太少 所以因此 如果沒有把政戰部隊 發揮到極致的時候 他的大規模部隊沒有辦法管控 在這張圖板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些 所謂的危險因子 那這些危險因子 如果說你本身已經知道 是有紅斑性狼腸的人 當然這些危險因子 要盡量的避免 因為他會誘發更嚴重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發作 但是你有家族病死的人 如果你避開這些危險因子的話 也可以讓他發作的機會變少 雖然紅斑性狼腸沒有錯 他會攻擊到全身的瘴氣 但其實他分類的地方來講 他也有比較輕微的 並不是所有的紅斑性狼腸 都會攻擊到脹氣 也有比較輕微的 沒有攻擊到脹氣的 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 維生素D的不足 這個是我們一直都強調 在這幾年 維生素D非常的紅的原因 就是說他跟免疫系統 非常的有關係 跟調控免疫系統有關係 所以維生素D不足 就可以誘發 紅斑性狼腸的產生 但是他很有趣的是 防曬的不足也可以誘發 所謂的紅斑性狼腸 那這兩個 所以這兩個是抵觸的 所以因此如果說 維生素D不要塞太陽 對 我為什麼要提出來的原因 就是我要特別交代 就是說如果說你是本身已經 知道自己有 紅斑性狼腸的底子 比如說像謝宜方老師 他根本不可能去塞太陽 那這時候如果你擔心 維生素D不足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抽血測 你的維生素D到底夠不夠 那假設維生素D不夠的時候 其實可以透過食物的補充 因為在北美 他的日照不足的情況之下 他們有要求在澱粉裡面 就是我們吃的那個 買的澱粉裡面 加入維生素D 當作他們國人的補充 這是立法通過的 在很多的北美洲的國家 另外像那個牛奶裡面 他們也有加入維生素D 可是你會發現說 在台灣就沒有這個動作 他並沒有在麵粉裡面 加維生素D 沒有在牛奶裡面加 原因是因為我們可能 因為在亞熱帶地區日照比較充足 我們認為我們不可能日照不足 但是呢 在這個時候你就要知道說 這個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來用食物補充 不必防曬也可以補充維生素D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其實這個 這個我剛剛特別舉出 牛奶跟澱粉的原因就是說 其實加入食物當中 是很多國家已經實施通過的一個政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經常要吃植物油 我們現在目前不太敢吃動物油 吃植物油 可是植物油裡面呢 你一般所吃到的植物油 大部分都是Omega 6 對 基本上來講 比如說你用的玉米油啦 芥花油啦 黃豆油 大部分都是Omega 6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這個比例 差距太大 就是呢 你吃到的 不飽和的植物油裡面 Omega 6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Omega 3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對 所以在這種極度不平衡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誘發紅斑性狼倉的疾病的嚴重性度 所以我們就一再的呼籲大家就是說呢 其實在每人每周呢 要吃到三次以上的這個深海魚 就是要讓Omega 3的比例上升 所以因此 如果你能夠多吃Omega 3的這個油類的話呢 讓Omega 6跟Omega 3的比例能夠接近 當然理想是有人講說1比1啦 但其實根本到不了啦 因為我們現在有的時候是1比6 1比9 甚至1比10幾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只要多吃魚 讓Omega 3跟Omega 6的比例能夠接近 就問題不大了 那另外就是說呢 如果說你有家族死 因為這個家族死有的時候 大家不太會看 原因是你這個免疫系統出現問題之後呢 它所展現出來的症狀 不見得完全一樣 你比如說 我講家族死說 是不是我們家有沒有人得紅斑性狼倉 如果你是這樣看是不對的 因為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很可能我的祖母是得到類風性關節 對 然後呢 我的這個什麼什麼 祖父得到了這個所謂的這個糖尿病 糖尿病 所以那像這種東西呢 通通都是屬於自體免疫的疾病 因為我們的這個糖尿病 分一型跟二型嘛 這一型的意思就是說呢 幼年型 對 什麼叫幼年型呢 因為我們也發現這跟免疫系統有關係 就是你自己的免疫細胞去打你的胰臟 把胰臟給打了 真的喔 對 是胰臟把 就是免疫系統把胰臟給打壞了 就叫幼年型的糖尿病 所以那這個其實也是什麼 也是你的部隊犯上作亂 對 沒有調控好 所以如果你的家族裡面有人得過第一型 幼年型糖尿病 得過內風式性關節 或者紅斑性糖尿病 這種通通都稱之為自體免疫家族死 那如果你是這種自體免疫家族死的時候呢 除了我剛剛講的歐美加3歐美加6的比例 還有包括維生素低 另外像多油多熱量 不要吃太油太熱量 對 另外還有非常重視的這兩個東西 就是環境重金屬的污染 跟所謂呢 可能有些藥物跟食品 會誘發紅斑性囊艙的產生 所以有些人很好玩 這小的時候呢 就補啊 這個有的人就想說 小孩子得補啊 補補補 補到最後呢 可能就出現了很多自體免疫的問題 那現在這些補藥呢 我們現在也建議大家就是說 在沒有任何的情況 這個沒有很多特殊的疾病的情況之下 也不要隨便亂吃補藥 就是正常的吃就好 你不要沒事就拿一大堆補藥來吃 而且很多藥物 都有可能造成這種的誘發 同時有很多的 其實的一些所謂的中草藥呢 沒有經過醫生開的話呢 它也有可能很多的環境污染物 跟重金屬污染物 這個也可能會誘發自體免疫的產生 那在飲食方面要注意什麼呢 你看我們這邊擺了一盆 這個木素芽 我們真的是蠻常吃的 那木素芽為什麼 紅斑星狼腸的人不能吃 這是地雷食物 對 他們是說它裡面有 左旋刀豆胺基斯 他們認為那個東西可能會引起 可是我必須這樣講 像我自己的話 我大概知道有些什麼東西 絕對是我地雷食物 什麼東西其實是沒有關係 那重點就是說 你試出來了 對 我試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說 當你覺得你不小心曬到太陽 不舒服的時候 你一定要吃很多的 新鮮的蔬菜跟水果 譬如含維生素C跟維生素E 很多的食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幫我們身體 產生很多抗氧化物質 對抗這些就是引起發炎反應 那當然是木素芽人 人家認為是說 左旋刀豆胺基斯酸 它可能會誘發 但是呢 另外有些研究是說 它本身也很好維生維持 煮過就沒有關係 可是至少不碰 我不碰 但是這個東西一定中獎 叫黃芹 我只要吃到黃芹的東西 就馬上就有症狀就出來的 非常厲害 所以我就是知道 這個要避開 我相信可能每個人都有地雷食物 像我的地雷食物是黃芹 那洋蔥的話 我覺得還不見得 當然它也有大豆胺基酸 我覺得真的還好 那大豆呢 有些研究認為它有 可是有些人認為是說 大豆裡面的植物性蛋白質 是大豆一黃銅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大豆 他們是說煮過其實沒有關係 像我為什麼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另外一個地雷食物 就是我的牛肉 牛肉紅肉 紅肉 我對紅肉非常敏感 我只要一吃牛肉之後 我馬上其實症狀就發作了 這樣子 為什麼連牛肉湯都不能碰 我覺得對我來說地雷食物 那另外像鳳梨酥 太陽餅 這蘿蔔絲餅 只要有油 什麼酥 油酥醬做出來的 絕對是我地雷食物 因為馬上就會發作 因為第二天早上起來 其實那關節就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是我地雷食物 那當然也是高脂肪的 那有些人認為是感光食物 它會 譬如說我們吃完之後呢 會引起一些光明感 那當然除了芹菜之外呢 譬如說 九層塔 對 九層塔 這些都不曬 對 香菜那些都有 那基本上對我來說 不曬太陽其實都沒差 因為就是我發覺最危險的東西 就是太陽 你只能待在室內 是 太陽真的是 別人太陽是快樂 可是我們太陽真的是 對我們來說非常痛 那種痛感 其實是大家很難想像 你會覺得你只要曬太陽 好像正在吃你的皮 這樣也知道 我聽紅人說過這個 那另外呢 像一些保健食品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人生 對我來說也是地雷食物 真的啊 人生也是地雷 我只要吃到人生 其實就不舒服 可是我就是不能吃 我是覺得說 每根每根都有不同的地雷食物 但是新鮮的蔬菜水果 對我來說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哪一些是你的解藥呢 剛剛是地雷 現在是解藥 譬如說大豆一黃銅 他們認為是說裡面有黑豆 譬如說建議食物是黑豆黃豆 他們認為是說 有大豆一黃銅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其實後來為什麼有吃素 我發覺吃素對我 紅藩腺狼腸幫助非常大 那至少 對 至少我覺得說 我只要碰到昏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比較不舒服 但我吃素的話 對我來說很好 那年黃酸的話 我真的覺得真的是有幫助 尤其像蛤蜊 蛤蜊這些 其實你吃完之後呢 其實感覺是還不錯 還蠻舒服的 那有些研究認為說 像牛黃酸 它本身可以抗發炎抗氧化 可以減少自體抗體的產生 可以減少蛋白料 那基本上 不建議大家吃健康食品 一定要吃天然食物 那蜂王乳呢 當然是這個文章是說 可以譬如說它可以抗發炎 降膽固醇 減少紅白性狼藏的症狀 可是我覺得蜂王乳還是有增益 因為我覺得它荷爾蒙成分 其實我有擔心 沒錯 對 其實我有擔心 那而且我覺得我們 紅白性狼藏人 其實非常容易過敏 真的 很多東西其實都不能亂吃 所以這些東西 就有點大問號 對 那至於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或Omega 3 那譬如說像橄欖油啦 亞麻籽啦 亞麻籽油其實有幫助 那鮭魚呢 青魚其實有 可是我覺得這個魚的話 像血液其實Omega 3不多 那剛才Omega 3另外一個 有一個是芥花油 其實是Omega 3比較多 大豆油也是 那兩個其實可以 基本上 油的東西的話 大概炸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 油炸的就不行 對 那維生素C的話 我覺得對我很有幫助 新鮮蔬菜水果 那其中有一個蔬菜 我覺得對我幫助很大 就是蜗菌 那很多 蜗菌 生菜沙拉米的蜗菌 可是一定要洗得很乾淨 要洗乾淨 要洗得很乾淨 因為我每次只要曬完 太陽不舒服的時候 我對我自己最好的方式 就是說 我吃個生菜沙拉 那其實有時候 症狀就比較快的緩解 但是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不要這樣隨便學 一定要像我這種就是 自己先試一下 我從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保養 那才有 如果是你已經到很厲害的話 全都不要這樣試 好 要找醫師 對 維生素C的話 那堅果類 但是堅果類千萬不要炸過的 那是沒有用 不行 對 一定要不能烘焙的 不要蜜枝過的 那維生素D呢 其實後來我有吃補充劑 其實還是有幫助的 像一些鮭魚菇類裡面都有 可是菇類 大家可能認為它有爭議的部分 基本上我覺得 紅斑腺狼腸 基本上就是你 飲食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健康 真的 要非常小心 很健康 風險就避開 不管怎麼樣 地雷滿多的 滿多的 其實你多吃新鮮的蔬菜水果 那飯你可能吃糙米飯 那你都吃魚 或是說吃一些 對 不像我們一般人 就什麼吃 所以紅斑腺狼腸的人 要去當營養師 真的 對 自己趕快去研究好 因為很多東西地雷 你就自然會幫自己 養得很健康 自己過於好 沒錯 自己就自然就健康起來了 好 那至於在治療方面 紅斑腺狼腸要怎麼辦呢 我們曉得要跟它和平共處 現在要控制它 我們一直提到肋固醇肋固醇 肋固醇 大家一講到肋固醇 總會覺得說 好像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說月亮臉等等 那現在究竟在這個醫學方面 對於紅斑腺狼腸 是有什麼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治療它呢 基本上呢 我們建議病人 你不可能避免到陽光 對 那怎麼辦 從早上9點到下午大概5點 紫外線比較強的時間 避免 躲開 要不然出去 黃曬油 陽傘 這是一定要 那這種病人 基本上都會90%都會有關節炎 或者關節痛 所以非類固醇 記住 不是類固醇喔 抗花眼止痛劑這個腰用 我們知道很多這種消炎止痛劑 對 內固醇不是壞東西 對 它是先丹 但我們醫生現在都很了解 基本上一天用在兩顆 就是差不多10毫克以下呢 對我們的腎上腺皮質的壓抑不大 所以因為它是從腎上腺來的 對 所以它有一個回饋系統 10毫克底下呢 比較不會引起月亮臉水牛節 紅斑心臟上這幾年非常難 因為它牽涉的層面太多 內用四星關節 只要針對關節來就好 但是紅斑心臟上全身每個地方 全身都有 對 你皮膚好了 關節壞了 你算好不好 問題就在這裡 腎臟是最重要 所以這幾年的重點就放在腎臟 那早期他們用荷爾蒙 對 紅斑心臟上什麼人會得 漂亮的 年輕的 漂亮的 年輕的 對 有的比較不漂亮就不得 對 真的皮膚很好 我發現每個病人都跟我們一樣 而且都是青春年華 青春年華 憑什麼漂亮 因為你的女性荷爾蒙 是 動情激素 所以早期之後想說 OK 很簡單 把你的美麗拿掉 就把你動情激素乾掉 就把你淹掉 這樣不行 太才能了 對 所以他們後來想很多辦法 第一個呢 就是用男性荷爾蒙 男性荷爾蒙給他女性荷爾蒙減少 但是會長鬍子 你孩子沒有一個人會打 那這幾年最夯的就還是乾細胞 還需要醫治 在中國大陸他們也做了一些 但是我想這是在最後一條路了 所以我最後一個結論 紅白星郎蒙這幾年 透過大家的一個群體 一個團隊 包括我們營養專家 藥理專家 還有一些病友團體 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對於紅白星郎蒙 現在非常的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大家不要害怕了 一樣可以結婚 一樣可以生孩子 這是我們最大的 所以這個千面女郎的面目 慢慢被揭開了 慢慢被揭開了 大家可以對付他了 是 有這麼多專家 一起來共同想辦法 真的有辦法 那當然呢 免疫系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叫做癌症 那日本有研究的 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醫生 叫做食元結石有沒有 在我們節目裡面 出現過很多次 那食元結石說呢 這個只要我們體溫上升 多少多少 就能夠殺死癌細胞 換句話說呢 我們平常呢 泡泡溫泉 或者是吃吃熱食 喝這個熱開水了 搞不好能夠殺死癌細胞 真的有這麼好的方法嗎 什麼叫做這個體溫調節法呢 我們曉得在免疫系統裡面呢 還有這個我們自己生成的癌細胞 需要對抗 對 免疫系統過強也是癌細胞的問題 對啊 沒錯 那食元結石有提出一個理論 說這個癌細胞很怕熱 如果怕熱不就簡單了吧 就用熱把它給炸死 怕加熱 所以體溫上升一度啊 免疫力就能夠提高5到6倍 體溫下降一度 免疫力也會價降30% 跟中醫的那個身體的那個溫啊 身體不要太寒太虛啊 感覺上是有關的 他表示呢 說什麼呢 心臟 皮臟 小腸 是發生癌症機率比較小的器官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個器官都一直在動 一直在工作 心臟一直在工作 然後這個小腸也一直在工作工作 它自己本身會產生熱量 所以它沒得沒得那麼多癌症 對 那我們人體容易罹患的癌症呢 比如說食道 肺 胃 大腸 直腸 卵巢 子宮 有沒有發現這些 都是空空的 就不太動 是中空的喔 真的都是空空的喔 這樣真的是蠻奇怪的一個看法 對不對 對 比較特別一點的想法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如果只是要把我們的體溫上升 就能夠殺死癌細胞的話 那問題不就簡單多了嗎 可是好像感覺上又半信半疑 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那麼簡單 那我們平常多泡溫泉 多洗熱水早 多喝熱水 多喝熱湯 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缺醫師你的看法 我想在免疫的部分 也是未來腫瘤治療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想法 我們在腫瘤治療 從以前最早的時候的化學治療的時代 那現在已經進步到所謂標靶治療的時代 未來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新的一些期刊都告訴我們 未來應該是免疫治療的時代 免疫治療的時代 我們透過比如說一些免疫的疫苗 比如說一些針劑來增加自己的某些部分的抵抗力 就像剛剛潘老師講的 有些要把它調節起來 有些要把它壓制下來 這是平衡 對 那讓自己的這個身體的免疫力 可以去把自己身體裡面的癌細胞做一個攻擊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況 當然未來十幾二十年我想會越來越多 這方面的一些結果出來 那體溫的上升與否 那當然剛剛講的其實不管是吃熱的食物 泡湯 運動 其實都是養生的方式 那我們講現在其實比較有實證醫學概念的 比如說現在有所謂的熱治療 有兩種 現在真的已經有熱治療儀了 在熱治療的部分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局部 比如說你的腫瘤在某一個深處的地方 開刀開不乾淨 藥物治療效果不好 那利用比如說超音波 或者是放射的方式 以外加熱的方式 對 把那個能量 熱量集中 局部熱到41到43度左右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局部的一個 所以就是那個理論的應用囉 對 那的確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新的儀器的引進 認為這樣可以提升免疫力喔 我們剛剛講是局部 局部 那再來還有一種比較 現在比較 所以這個已經在實驗了對不對 叫做全身性的熱量 全身性熱量 就像剛剛這個潘老師講的 把身體裡面的血液抽出來 剛剛林竹人講的 抽出來去做一些 那剛剛林竹人的是說 做一些換血的動作 對 那有些這個實驗在做說 把身體裡面的這個血液抽出來 加熱 加熱再打回去 加熱再打回去 但是把它讓全身的這個溫度升高 然後來治療腫瘤細胞 但是它有困難點 真的啊 身體上腫瘤細胞怕熱 正常的細胞到一定程度也會 怕熱啊 像你的中樞神經系統 你的密尿系統 所以它都沒有辦法完全的推廣 但是這是未來一個努力的方向 這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像之前在中國大陸 其實已經開始做這樣的實驗方試驗 他們主要 因為像這樣的東西 是局部就很像我們以前 什麼電波燒它 熱能燒它 可是這種只能針對 你能夠專注到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的東西 已經跑掉了呢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試圖說 我有沒有辦法提高我的核心溫度 讓我比現在體溫再高 因為他就發現說 癌細胞跟我們正常體細胞相似 癌細胞比正常體細胞更怕熱 所以有沒有辦法有一個空間是說 那個溫度是正常細胞 還能耐的情況下 讓它加上那個溫度 讓癌細胞熱死 所以它原因這樣 所以他們中國真的很猛 他們就開始臨床試驗 所以我寫過他們那個臨床試驗 好 我們請現場專家舉一下牌好不好 他們對於這個熱治療 或者是這種體溫上升的這種方法 加熱殺死癌細胞的方法 認為可不可行呢 是不是一個未來努力的方向 還是覺得只是有此一說而已 大家聽聽好了 來 潘老師不一定 宜芳老師不一定 肅清呢 不一定 來 圈圈 基本上我要特別講一下 免疫系統它如果一旦發動以後 體溫為什麼會增加 感染為什麼會增加 因為來增強免疫力 體溫一增加的話 體溫一增加的話 體溫身高可以增加免疫力 是的 所以感冒就是它嚮往 會產生一個IS-6 還有一些花源物質 CRP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身體的一個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呢 但是你燒到42到43度 以前媽媽講 這個兒子稍微頭會燒掉 對啊 所以不能太長 所以你體溫如果38度7以上 38度3以上 我們要退燒 所以時間有一定的時間 太多 永遠是過於不及 燒到42到43度 我想這是一個很 局部的是可以 全身性的話 是一個身體的免疫 所以您覺得 未來是可行的努力方向 這是一個從理論基礎是可以的 提升免疫力 溫度就是提升免疫力 但是太... 太熱不行了 來 潘老師你的意見呢 有圈有差 它現在是這樣 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 你還沒有得到癌症 然後呢 你提高你的核心溫度 所謂核心溫度的意思就是 我們內臟的溫度 那我們內臟的溫度 其實正常來講 我們每次都念說 是37度... 其實事實上是有一個範圍 比如說35到37 大概正負有一度左右的範圍呢 所以因此呢 現在有些客家認為說 在你沒有任何疾病的情況下 如果核心溫度 能夠稍微拉高的話呢 免疫系統的強度是增加的 那因為剛剛對照 這個雀主任跟林主任 他們的講法 也是沒錯 就是說當我們遇到 有病毒入侵 細菌入侵的時候 我們自己就會提高溫度 原因是因為免疫系統反應 所以提高溫度 來打擊外來的部隊嘛 對 所以因此呢 這個理論基本上呢 我們認為無害 所以無害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平常怎麼提高你的核心溫度 也就是說我並沒有發燒嘛 對 那我不要讓它在核心35度 我要讓它核心在36.5度 我怎麼提高 很簡單就是運動 因為我只要運動 大家馬上覺得你的血液循環 全身的能量增加 然後另外呢 就不要呢 不要這個穿得太少要保溫 平常我們身體 本來就應該要保溫嘛 對... 我們沒有必要說 愛水不怕流水 對 我們其實我們並不希望這個樣子 我們希望你能夠盡量保溫 讓你的身體 不至於對抗外界溫度 有太大的落差 所以因此你會造成一個stress 對不對 另外我們也希望大家養生的時候呢 盡量喝一些溫水 不要喝冷水 或甚至中醫講呢 我們不要吃寒涼的食物 我們要吃溫熱的食物 對 如果等等的加在一起 如果只是在保養一個身體 多運動 多穿衣服 少吹冷風 這個少吹冷氣 多喝溫水 懷那 不過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所以 孤不論 理論是否正確 孤不論是否真的能夠達到 但是從養生的角度來講 因為沒有殘害你的身體 沒有亂花錢 沒有騙人 沒有這個 所以我們都支持 好 那這是所謂的保養的部分 那如果你已經得到癌症 那現在得到癌症的人 那是不是能夠提高溫度 來殺死癌細胞呢 這個科學家已經在做了 在做了 所以不是我們反對 不反對的問題 已經在做了 人家做的都有效果了 你說我能反對什麼呢 對不對 因為我們曾經有發現過 比如說有人認為 這個比如說胃癌 或大腸直腸癌 那他們覺得說呢 在他的這個正統的療法下面 他如果覺得控制不住的 他們有怎樣 他們把那個東西放到那個溫水裡面去 去泡一下 但是這個東西 事實上 是在手術的過程當中順便做的 那他的溫度也不能夠超過 剛剛我們所講到 因為我們的體溫 只要超過42度 對 就有可能產生蛋白質變性 所以因此你看到 他怎麼寫都42 43 42 一直就不敢變性 那這個其實啊 在這個台灣有好幾個醫院都有做 我今天就不點名了 他們有在做 那所以因此呢 比如說以現在 以現在的這一台機器呢 也是台北市的一個醫院進來的 那他們現在目前進來之後呢 他們也是放在那個腫瘤科裡面治療 那可是呢 因為他們現在還在測試當中 所以目前據我了解是 只要納入他的臨床測試是免會 了解 是免會的 對對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大腸直腸 這個是整個腫瘤科在做的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醫院 是大腸直腸外科 就是他們是直接把那個 大腸放到溫水裡面去做 真的啊 對 那我跟你講 就像主大腸一樣 那個是日本人先做 而且這個醫院的那個醫生是留日的 所以因此他留日回來 他把他老師那一套帶回台灣來 他現在在做 所以好多的民眾打電話問我說 去他那邊是不是會比較好 那我也不敢講啊 是 所以我是圈差 反正他已經在做了 可是問題在整個醫界來講 他好像也沒有推廣到 全部的這種標準 就是他不是一個 golden standard therapy 他不是一個黃金準則 他好像就是個別可以做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 我不敢講說他一定對 但是我也不敢講他錯 所以我就是半對半錯 那缺主任呢 你怎麼看 你剛剛舉什麼牌 我也是 你一半一半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 要看他最後的一些 研究的結果 結果 那比如說像 剛剛潘主任 潘老師講的 有一些腹腔裡面 腹膜上面的腫瘤 或者是熱膜上面的腫瘤 那沒有辦法完全切除乾淨的時候 有些醫師在開刀的時候 或者是說治療的時候 把熱水灌進去腹膜 或是灌進去這個熱膜腔裡面 達到一定程度控制的效果 當然這個要這個 未來有更多的這個 臨床的這個研究證實 那我們才會做一個推廣 那食雲結石他本身 他是怎麼樣建議大家增加體溫保健的方法 這是一般人不是得癌症的人 一方老師來教我們 來我們剛剛看到有做運動 當然會產生熱能 對不對 他們最簡單的是走路 另外還有泡澡 還有吃溫熱的食物 還有白湯排毒法 白湯其實是每天喝五倍的熱水 當然我們知道熱水最好 那加薑的熱水也很好 那生薑加熱水 那運動的話除了走路之外 我覺得台灣另外一個叫做太極拳 因為太極拳是練氣 當你氣質也是很有幫助 那除了泡澡之外 其實我覺得有樣東西 他說要全身泡在浴缸裡面 那淋浴就效果沒有嗎 對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對自己心臟不是很舒服 另外一個台灣其實有個叫鹽盤浴 鹽盤浴 對 我覺得鹽盤浴其實是還蠻好的 因為它本身那個石板 大概有大概40到50的溫度 也有加熱 當你躺上去之後 你可以幫自己把身體的 也是可以加熱 就我們人在石板上面烤肉 煎人肉 煎過來煎過去 你怎麼煎人肉 我想到了原住民的山豬肉呢 對 我也是 我剛剛想到 大家其實可以試試看 其實鹽盤浴躺起來還蠻不錯的 蠻舒服的啦 對 那基本上它是告訴我們 人要動 動才會健康 動才會健康 那其實保溫 但是不是發炎 有些東西其實是發炎 不是保溫 什麼是發炎 譬如說我們吃了太多的薑母鴨 那薑母鴨裡面 譬如說裡面麻油太多的話 吃很熱 對 那是發炎 發炎不是發熱 所以兩個是差別 所以我們不要想說這邊還偷列一個吃薑母鴨 對 不行 對 熱水或薑就好了 對 生薑 對 我們擔心薑有時候太燥熱的話 薑一定要連皮 因為連皮的話是比較好的 就不會那麼燥熱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白湯排毒法 不要想到說 那是那個豬股大湯 不是 這日文翻過來就是熱水 一天喝這個五杯熱水 他認為對身體是好的 熱水大概幾度就是溫熱一點這樣子 大概就是四五十度吧 四十多吧 四十多我們喝起來是溫溫的 我們嘴巴能夠耐受 耐熱的溫度比較高一點 好